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雨淋落在窗前的孤寂 我离合不出你名字 被爱我需要一份说明书 解读你身上的温度 我还来不及随爱 走到了地平线终点 I'm looking for you 我还来不及随爱 穿越过海平线远点 在转身后发现在身边 在转身后发现在身边 我真是你让他瞒着我的 到底怎么回事 不就是几张光碟吗 我就不相信你不知道我用意何在 你是怕东盛不按事事以后吃亏吗 这不是挺明白的吗 那干嘛还质问我啊 但是东盛他有多单纯你知不知道 你以为我想煞费苦心啊 我这个老板兼大哥也不容易啊 前几天我帮一个杂志社拍比基尼广告 那几个女模特穿的一个比一个清凉 姿势一个比一个诱人 东盛看到他们眼神那个多多闪闪的 给那帮女模特笑的呀 你说这么着他怎么帮我做事 那那你好好引导他不就行了吗 好好引导好好引导 你说得容易 怎么引导啊引大记者啊 我今天是在这拍照 不是佛门境地啊引大记者啊 你要这么担心他的话 那东盛怎么出来混啊 我怎么 我怎么觉得听你这么说 我好像帮东盛介绍做工作了啊 这个你还真说错了 东盛对审美对构图那是很有感觉的 而且他还非常努力 我还真想好好培养培养他 算你说了句真话 怎么办啊 都是他的自尊心很强的 我觉得我好像伤得他啊 好吧好吧 我好人做到底 这些东西呢 你交给他 什么也不用说了 回头我跟他好好聊聊 我谢你啦 但是我再给你重申一次啊 你以后要是对东盛采取什么行动 你得先跟我照回声 知道不 怎么我觉得东盛像啊 像什么 像亲人 他爸把他交给我 我能不管他吗 喂 李耀斌 访问啊 知道了 我马上到啊 他是她的 只是怪不得 病人 小心 穿上 告词 李耀妹 你在搞什么名堂啊 你到了 你站着干吗 进来 好 你在干什么啊 在七强啊 你来得刚好 帮个忙 一起七强 不是说要采访的吗 怎么成了七强啊 怎么成了七强啊 是啊 先帮忙嘛 来啊 你 你用那个桶 奶奶 你回来了 竹竹 谢谢啊 我的竹竹 来来来 配合一下 配合一下 我的宝贝孙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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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老太太一家人都移民去了美国 就剩她一个人在这里 孤苦无依的生活 所以有空我就会去看看她 就上个星期 她老跟我念叨着想见她孙女 我实在没办法了 就想到了你 所以叫你过来一趟 不好意思 哇 没想到身为一个摩登的设计师 也有一颗关怀人群的心啊 这个跟摩登设计是没关系吧 将心比心嘛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看到她 我就想到我过世的奶奶 反正看到她我就觉得很亲切 那我们现在可以做个正式的访问了吧 可以啊 先说好啊 除了工作上的事情 私人领域一概不回答 看不出来李耀斌先生 是一个这么有原则的人啊 如果是赞美的话 我先收起来 好 我想请问一下 那在意大利生活的这些日子 对于你设计方面的影响有哪些呢 你做设计的时候也需要灵感吗 任何一门艺术都需要灵感 嗯 那通常你的设计灵感来自什么呢 身边的人事物都可能成为我们创作的来源 因为他们提供创作者生活的体验 这些体验都可能成为创作的一部分 看到这些确实有些超出我的想象 等你慢慢了解了这些机械的结构之美 你更会爱上它 好 怎么样 看了我的表远 对你的报道 怎么可以加点分啊 每一种工作能够做到出来八岁啊 除了努力之外 还要有很大的兴趣 谢谢你啊 提供我那么多丰富的比赛 那我也要谢谢你 把我的报道写得精彩点 没关系 嗯 喂 张妮啊 什么事 姨姐 黄阳管控公司打电话来说 杨元元贵主的合约出了点问题 张妮可赶到北京市 怎么会这样呢 合约出了什么错 好像说是版权的问题 非要你亲自去解决布课 说要不然就赶不及明天的首播了 好 我知道了 你 你现在你马上帮我订机票啊 我在家里收拾点东西 我就立刻赶到机场了 嗯 好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不在服务区 请稍后再拨 抱歉 请稍后再拨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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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忠 我临时有事得飞烫北京 冰箱里有卤好的牛肉 是你喜欢的口味 你自己热热吃吧 老婆 咋 李宁 李宁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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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您拨打电话已经在买了 喂 您好 喂 张 张宁呢 我胡先生啊 黄毅在吗 可是姨姐现在不在这儿 她敢去北京了 北京 您怎么了 听您声音好像不太对 没事 你 您怎么了 胡大哥 喂 胡先生 她怎么样了 怎么疼那么厉害啊 胡先生急性来为炎 需要马上做手术 没事 家属 来 来 先把这个起来吧 我 不好意思啊 什么时候了 你接电话 你免着没关天哪 很快 就一分钟 喂 姨姐 你终于接电话了 喂 张宁啊 我刚下飞机 在去华阳的路上 姨姐 胡大哥他住院了 警戏常委员 那赶紧开刀啊 现在医生刚出来 他跟了家属牵手 找个同意说 您说 我是该找你婆婆过来签字吗 不行 你绝对不能够找她 我婆婆她心脏不好 她有机会出事的 张宁啊 手术不能等 我麻烦你先帮我签一个字吧 还有处理那些相关的手续 我找一办好事情 我立刻会赶最早那班飞机回去 行 还有 有任何状况 你记得一定要随时通知我 嗯 好 老婆 胡大哥 是你啊 嗯 你一直在我身边陪着我 没回去啊 这种情况我怎么能走呢 麻药过了吧 感觉怎么样 不是过头还告诉我啊 还好 有一点点疼呢 你告诉黄姨了吗 嗯 说了 她说一处理完事情就回来 处理完事情 她还在北京啊 嗯 但是我已经帮她买了 明天最早的航班回来的 我知道了 你回去休息吧 两位妈妈早 早安 来了 今天那么丰盛呢 来吃吧 钢筋好的 妹妹 你前露胸后露背的 不穿风啊 那今天天气预报不是说身温吗 不穿这个穿什么 办公室里有空调 会得关节炎的 那办公室那么多人 空调不顶什么用热呗 你现在年纪还轻 等你老了 你就有体会了 妹妹 去吧 换件外套 免得冻着去吧 哦 早件外衣 好 好 俊家伍啊 我这是为她好 对不对啊 你说都结过婚了 生了孩子了 穿这样不合适 是是是是 妈您看我这么专心啊 好多了 你说 露着两个绑子不好看啊 对不对啊 对 那我走了 妹妹你还没吃早餐呢 来不及了妈 我赶时间 来不及了你不早点起啊 喂喂喂 你就穿着这衣服上班也别脱 我不脱 就这样穿一整天 挺好的啊 走了 喂 秦家母 嗯 一会儿你吃完早饭 天挺好的 我带你上街逛逛 不不不不不不喜欢 上街要花钱 不去不去 哦 秦家母啊 嗯 我正要跟你商量个事呢 啊 你说说 还有什么事啊 你平时给赫赫就吃这个 什么面包啊 火腿肠这些洋餐 不好 怎么说赫赫都是我们 赵家的孙女吧 我看赫赫以后的三餐饭 我负责 你说赫赫都瘦成这样了 我这个当奶奶呢 能不心疼吗 我保证不出一个星期 我要让赫赫长得白白胖胖的 行行行行行行 她是你的孙女 你爱怎么办怎么办 自从她来的是家以后 你说这家得安逆了吗 那这左一件事她要管 右一件事她要管 试试她都要插一杠子 一来就说 我们家我们自己怎么怎么着 我儿子怎么着 我孙子怎么着 怎么了 老婆 咱们这个亲家啊 传统观念墙 她认为儿子家 那就是自己的家 是吧 她这样想也没错 那那天妹妹还跟我说她口 我还劝她 我说你别多想 我跟你说啊 这不是我们多想 分明是他们自己多想 什么省电呀省水 那天我进卫生间了 人没出来搬 把灯给我关了 我洗着洗着手 把我的水给关了 她整天 你听见没听见我刚才说什么呀 我听着呢 她就是嫌我们住在她儿子家了 花她儿子钱了 她怎么不说当初她买房子添家具 咱们娘家添多少钱她怎么不说呀 那个时候她怎么不说是两家人呢 老婆呀 别说了别说了啊 当初咱们是心疼孩子 心甘情愿把钱拿出来的 是不是 你现在说这个什么意思啊 难不成 你还让我把钱要回来啊 我跟你说 那得看她表现啊 她有这种表现 还就得管她要回来 翻文的旧账 老婆呀 你也就是跟我说一说 是不是啊 我知道你心疼孩子 你不会去搬弄是非的 对了 对了 她也就是看着我好说话 所以才这么得寸进尺的 欺负我 我跟你说啊 她每天都跟我商量 跟你商量一件事 跟你商量一件事 这哪是商量啊 她早跟自己做好主了 好了 别再说了啊 正好啊 咱们放个假休息几天 咱们俩去约会 我请你看电影怎么样 哎呀 哎呀 你大如意 怕什么 看见怕什么 我老婆 老婆 老婆 很难今天都没有汤吃啊 怎么啊 赫赫平时没有汤吃啊 外公外婆不让我吃汤 这个外公外婆不让我们吃汤 难怪我们赫赫这么瘦呢 以后啊 你想吃就告诉奶奶啊 那以后喝喝每天都可以吃汤了吗 那当然了 以后啊 奶奶啊 天天给你买 耶 我最爱奶奶了 奶奶万岁 来 让奶奶亲亲 谢谢 谢谢 好感谢各位吃汤 你姐 你朋友有没有 我一下飞机就赶过来了 我知道是我不好 没能在你身边照顾你 对不起了 不生气了啊 张宁 哎 辛苦了啊 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我不辛苦 应该的 我想喝点鱼片粥 就是你们公司楼下那家 帮我去买吧 好的好的 我知道那个地方 我马上就去 不麻烦了 我去买吧 我累了 下次休息一下 不用人陪也可以 那好吧 我去买粥 张宁 哎 我送你吧 胡大哥 你自己保重身体啊 谢谢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我们夫妻的距离 变得越来越远 是 我知道我知道 改天 我们一块约个时间 吃个饭吧 哎 工作就那么重要吗 老公都住院了 细节部分呢 就照你的意思处理好了 好的 哪里应该的你给我讲了 哎 拜拜 张宁啊 嗯 刚才胡仙交代要吃什么啊 为什么她总是不在意别人的话 连对自己老公也这样 你也忘了 哦 是不是瘦肉粥 哎 看我忙的 这次啊多亏了有你 否则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谢谢你啊张宁 没事 我送你回去 嗯不用了 嗯 我还要买点东西 我自己走吧 嗯 也好 我先去帮郑州买粥 那你回去以后也好好休息 嗯 拜拜 嗯 再送百分之二十划算啊 怎么今天不逛商场了 女王班的生活结束了吧 逛有什么用啊 买的衣服不能穿藏着掖着 这种生活忍吧 老太太啊要锻炼我逛超市的能力 今天算是考核 别烦了看看价格吧啊 晕了都 哎哎哎哎 买这个这个 哎呀这贵的 这贵的好你知道吗 你有病啊 买的那么贵的回去挨骂 就怕他不骂你知道吗 嘿你想 这东西你今天买贵了 明天还买贵了 你会不会一定会说 哎呦妹妹啊 你怎么这么不会过日子 算了算了还是我来吧 厉害 我怎么想不到呢 厉害啊小蔡同学 对 你别让我买菜 我就挑贵的 挑贵的 不是吧 一大早上还折腾你啊 对啊 那是不是又是我帮你打卡啊 可能你帮我打卡吗 哎 拜托小姐 这又升职的人不是我 你知道吗 哼 你再不精神点 当心到手的位置 让小周抢了去 小周他敢 哎呀不聊这个了 看前面吧 我想吃的是鱼 等一下 喂 是 合约我已经请公司传过去了 对对对 我在飞机上改过的 没关系 没关系 第一次合作嘛 当然该谨慎一点 好的好的 那就等您答复了啊 好 拜拜 你刚才说 你想什么呢 我刚才说 我想吃鱼 等一下 喂 喂 是这样啊 你跟坚持说吧 等我回去处理 什么 他现在就要见我 你跟坚持说 我老公住院了 有什么问题 你们先解决吧 真不行 再打电话给我 不好意思啊 那我调整都好了 我找你 随便你 这种我不吃了 怎么不吃了呢 你刚才说你想吃 所以我才去买的呀 怎么现在你又不吃了呢 我现在没胃口 没胃口 怎么会没胃口呢 是 是 医生开点 我帮你去问我啊 不用问了 你回去休息吧 可是你不能没有人陪呀 我不需要人陪我 你人在心不在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女忙你的 你先走吧 反正我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不用你比起来 不用你比起来 那好吧 我把公司的事情处理完了 我立刻就过来了 你买这个干什么呀 放着毛巾不用买它干吗呀 妈 您还买那么多呀 不花钱了 算了 以后啊 我带你去超市 我一定要手把手地教你怎么过日子 妈 我虽然是学理科的 可能我对买东西这方面没什么天分 要不这样 我把您的意见转带给我爸爸妈妈 因为您走了之后 都是我爸爸妈妈出去采购东西的 美美啊 不是我说你啊 你都是当妈的人了 还张口闭口我爸我妈的 要是你爸爸妈妈和你哥过了 你说我怎么能放心 大海和赫赫交给你呢 真是的 真的不知道你这个老婆怎么当的 你看看去一趟超市就花那么多钱 真是的 买这么多 你蜂蜜嘛买一瓶就行了 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真是的 你太浪费了 你 老太太 老太太 让你生气了吧 小菜教我嘛 去超市的时候挑贵的买 这样老太太就不会让我去超市了 可是她刚才跟我说 她要说八说的教我 妈 你说你女儿命怎么那么苦啊 你看你看 聪明反贝聪明物 对了 我跟你说个事 刚才我给赫赫擦脸的时候 发现她下午吃糖了 她也能给你 真的 让赵大海跟她妈说去 那你跟大海说千万不要埋怨 就说这孩子习惯很难养成 而且孩子的牙不好 不能吃糖 听见没有 要不她也不行了 妈你放心吧 你女儿现在学聪明了 黄姨也教育过我了 反正以后遇到任何事情就装傻 要么就让儿子跟她去说一句 这就对了 虽然这么做事不太妥 可是呢 碰到这么个主了 咱也没办法不认识 对不对 趁着洗澡赶快回去休息吧 要不然一会碰到你又赶到了 明天干着干着干着 烦不烦呀 我都躲着她呢 走了 我回房间了 慢吗 这么大了还散着 近点 近点 慢慢的 但她怎能吃之前 他躲着呢 日妻 她妻 强트�他的 没有 上次评论你收过小吃 特意给你拿过来的 不知道包得怎么样 到会儿你帮我尝一尝啊 你有这份心就行了 其实吃对我来讲 不太讲究 那怎么行呢 你现在这个情况 应该多吃点的 一大口 真乖 来 一大口 来吃 哎呀 真是辛苦 轻点了 没事 来 再嚼 来 再来一口 来 来 来 妈 早 哎 早 今天做那么多菜啊 您做的 早上五点钟就起来了 忙活半天了 不过呢 只要你们吃得开心 我就高兴 小公主应该跟妈妈说什么呀 妈妈早 然后呢 嗯 早 宝贝 熬得好啊 来 本来呢 我还要做鸡蛋饼呢 可是啊 我看大海一早就走了 我怕坐了你们也吃不完 我就没做了 没事的 妈 我们大人吃什么都无所谓 是 大海不在 我们随便吃吃 不过你们放心啊 喝喝的饭啊 我可是专门做的啊 来 妈 您这个虾 不会是我们昨天晚上吃的 对呀 昨天晚上剩的呀 我今天早上剥了 可又给他炒过饭 这怎么了 这这不能吃 喝喝他体质过敏 他不能吃这些带壳的海鲜啊 还有 您昨天带来那些虾 那些油 都没有生产日期 这孩子吃了不要生病嘛 我说一句你说这么多呀 不就是一个炒饭而已嘛 再说了 我是他奶奶 我能害他吗 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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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罗 吐出来 喝喝真的是有过敏 真的过敏 大海没听你说的 没说 我不知道 再说了 怎么可能呢 大海不是过敏体质 媚媚又不是过敏体质 喝喝怎么可能过敏呢 就几个瞎子而已嘛 亲家 我们闺女不会讲话 你别往心里去 大夫说了 她这个过敏呢 不是遗传性的 是和她本身的体质有关 体质 就不是我的事了 小孩嘛 本来应该什么都能吃的 越娇生惯养 越养出乱七八糟的毛病 我们家大海 小时候什么时候挑过 什么都吃的 长得多好啊 亲家 不是我说你啊 这样带孩子不行的 吃吧 吃吧 妈妈 你在挠什么呢 妈妈 我好痒 妈妈 我好痒 妈妈 我好痒 妈妈 我肚子也难受 妈 你来看哪 蚀作肚红了 蚀嘴都红了 我肚都红了 哎呀 这边就起红 哎呀 哎呀 红成这样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奶奶等着 妈妈 等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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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抱 来 奶奶抱 来 妈妈抱抱 抱你 你去抱一下 来来 来 奶奶抱 妈 我去抱她 好 好 厉莎 小孩在皮肤上 忍着忍着 谢谢 妈 三十七号 三十七号 你这要等到猴年马月啊 呵呵可等不了 妹妹啊 你还有收人啊 我哪认识啊 妈 我没有那么神通广大 那怎么办 妈 那要不要上厕所啊 不要啊 那这样吧 我们到医院就好了啊 我们很快就不难受了 我去催催医生 你抱着 我去看看 顺便我给单位打个电话请假 妈妈很快就回来的 那你快去吧 喂 我是妹妹啊 您是 小周啊 是这样的 我想麻烦你个事啊 我女儿病了 我在院挂号呢 你能不能 给我请个假 你不会又在找什么理由骗我们吧 你怎么那么说话呢 我有必要说 我女儿生病来骗你吗 是我最近请假是多了点 但是我工作都完成了 我 我现在真的没有时间跟你解释 我麻烦你给我请个假 跟老婆说一声好吗 我代表呵呵 我代表呵呵的爸爸感谢你 我谢谢 我谢谢 再见 小时候 喂 你来了没有啊 在路上了 刚下课 可可怎么样啊 挂三十七号啊 都是人呢 我等你啊 好啊 告诉奶奶 怎么样了宝宝 好点没有啊 还难受呢 来 可我们是小公主 也要强的是吧 可可可 奶奶给你拿个糖 来 没事 吃个糖就好 妈你什么时候了 你还给她吃糖 怎么了 你孩子吃个糖 她注意力不就转移了吗 妈我怎么跟你说啊 她牙齿不好 她体质也不好 她很容易过敏的 你别添乱了好吗 什么 我添乱啊你 照你这么说 赫赫的病 是我给弄出来的了 我怎么是弄 我没说是你弄出来的 她小孩嘛 她要过敏 她长大以后就好了 妈我现在真的 我没有这个心思跟你说 来宝宝 我让奶奶说来 下来下来 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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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公主 什么事 妈妈帮你拿 我对赫赫好 你们都看不见 是不是 赫哥 赫哥 看谁来了 谁来了 爸爸来了啊 爸爸 爸爸来了 嗯 现在爸爸就好了 是吧 来 好 妈妈就来 妈 您这是怎么了 哭了 妈 来 来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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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爸 爸 这孩子没什么问题 没事 您别太担心了 大海啊 你说 我是不是一门心思扑在河河身上的 我不是都为他好吗 是啊 现在出一点点事情 妹妹 就把事情全赖在我身上了 我跟你说 既然这样 我晚上搭野车就回去了 甚至爱你们的眼 妈 您别呀 这妹妹吧 这性格就这样 她说话不再拐弯的 你看上一回 这河河的牙疼 她还跟她妈吵着 说她们教管孩子 她妈也生气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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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平时就这样呢 她平时就这样 这回呀您来了 其实她心里挺高兴的 她总说呀 她觉得 您比她妈妈对我们照顾得更自细 她还说呢 希望您哪 多待几天哪 就是啊 你说河河这一兵 我哪舍得走啊 那咱们就待着 什么时候河河好了 什么时候啊 您才走 好吗 如果现在您走了 她这心里面 快不舒服了 这样 您哪 搭个车先回去休息休息 不一会儿就回来 好吗 好吗 可是我不放心河河呀 我和妹妹在呢 没事的 你也累了一天了 回去休息休息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有钱 来 那我们先走啊 来 来 走了啊 回去吧 慢点啊 我这啥菜都里面最先穿的 来 圆圆 一二三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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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平了 一二三 快 站不住 好 再来一张 看看 来 女儿 来 你看宝宝 你妈呢 刚好看你了 其实她心里面也过意不去 过意之后这事了 就别再提了 这个事情本来就是她的 我知道 我知道 过去之后啊 我会和她好好说说可可的事情 行吗 嗯 再来啊 我先表面我的立场 我绝对没有嫌你妈烦的意思 但是我必须很客观地说 自从你妈来了之后 确实是对我们的生活 产生了很大的问题 特别是对和和的交流 你说你一个大学老师 我呢 食品公司的专业人士 我们什么都得尽她的 这个逻辑对吗 你说得非常有道理 可可是我们的宝贝女儿 也是我妈妈的宝贝孙女儿吗 我妈妈怎么做呀 也就是为了尽一份心尽人力 这个不能理解吗 她是尽心尽力 你倒就要我男人帮你吧 行 我说了啊 以后咱们家里面 大事小事 我都和我妈沟通 免得你也没难 好吗 这事回去之后啊 别跟你妈说 咱们呀 大事幻想 小事幻量 你呀 人前人后了张 真乖 你现在没事了 喜不喜欢这些玩具啊 哇 多玩具哦 谢谢护士阿姨 真乖 谢谢护士小姐 你们考虑得太周到了 赵老师您别客气 谁让您的女儿这么可爱呢 我们大家都想对她好 来 到妈妈这边来 赵老师 赵老师 我们有一个要求 就是我们都是您的粉丝 我们想跟您拍张照片留作纪念 可以吗 好 行 没问题 一 二 三 可不可以再来一盏 湖泊一点的 好啊 好 好 好 什么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